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国际风云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学者分析台湾通过民主努力 地位获得国际承认 赖清德当选重创北京微信 中共试图打压 台湾爆脑鲁断交内幕 国民党也不干了 青岛比亚迪公车疑似自然 停车场大火漫天 以色列人质获得药品 胡塞重回极端组织名单 来看详细内容 首先是本台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 台湾大选结束 针对本次选举结果 有观点认为 选举结果达成三赢 民进党赢得了总统大位 国民党赢得了国会过半 民众党壮大成为台湾的第三势力 对于这个问题 政大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孙国成 告诉希望之声 三方都赢这种说法 基本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但是也需要去考虑 它的利弊和得失 他认为 有利的部分 包括台湾走向更民主 更多元 更大的民主参与 政治参与的幅度扩充 有更多的选择 这就是台湾民主政治 成熟化的一个指标 他指出 国会的运作慢慢迈入了一个 成熟的民主国家之后 这种国会不过半 其实在许多老牌的民主国家当中 是非常常见 需要更多国会政治的艺术 来化解这种冲突 因为有时候处理的不好 可能会发生不信任投票 或者是倒戈的危机 不过我认为这样的危机 在台湾的出现可能性不大 因为台湾本身对于多党政治的包容性 已经相当成熟 而且是成长起来了 有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方的力量对于过去长期诟病的 所谓的两党的这种对决 也有某种程度的缓冲和协调的作用 孙国诚说 他对未来民进党四年的政府比较乐观 无论是在两岸关系 或国内政治生态上 我不认为有太多的困难 或者是有太多的障碍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 在往更成熟的民主的大陆上 奋力的向前 手后步的往前走 另外一方面 台湾大选获得50多个国家政要的庆贺 中共表达强烈的抗议 还挖走了台湾的南太平洋岛国友邦挠 孙国诚认为 中共拿掉台湾邦交国 这是他一贯伎俩的一种操作 但是世界50几个国家来道贺赖清德当选的做法 显然是一种对台湾主权地位的承认 所以这根本就是中共的一种恼羞成怒的导弹行为 台湾的地位已经通过了自己本身的民主的努力 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承认 所以50个国家道贺台湾的大选 等于是间接承认了台湾的主权的地位 丢了一个小小的懦弄 人口也不过才一万出头 在援助上面做一种比价的行为 相较的国家不要也无所谓 我要从这一点就是 台湾的主权地位 国际政治学上讲的这种主权的五要素 土地人民政府司法和军队台湾一个都不缺 50个国家对于我们的民主的选举 和主权地位的肯定 所以台湾不必太为这个事情过度的担忧 来看本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道 中华民国台湾大选落幕 被北京成为台独分子和台独顽固分子的赖清德 肖美琴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及副总统 正当全球数十个国家纷纷向台湾表达祝贺 并且称赞台湾的民主成就时 中共打压台湾的手段频出 中共以经济利益为诱饵 促成了太平洋岛国脑鲁和台湾断交 中华民国外交部批评此举为突击式的断交 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在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用这种比较卑鄙的方式来夺取台湾的邦交国 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 我认为中国是错的 他指出中国试图打击台湾的民主成就 以后也还会继续想尽其他的卑劣手段 打击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台湾外交部已经有所警觉 会注意相关的情势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 1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 中共在限制台湾的生存空间 外交空间 从2016年到现在 基本上中共已经从台湾手中夺取了10多个国家 呦 美国 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 及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组成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 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的陪同之下 于14号到16号访问台湾 15号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晤了这一代表团 并且表示 代表团的来访显示了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更是凸显了美台密切的伙伴关系 台湾新党选总统赖清德 对非官方代表团的成员表示 他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台湾 深化台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他的政府将继续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中共外交部15号声称 台湾地区选举使中国的地方事务 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资深时事评论人士蓝树表示 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都没有和台湾正式建交 但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也不会改变 一个中国政策的含义就是维持现状 中共不能打台湾 的官员去访台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宣誓 美国以及整个西方自由世界 换卫台湾安全的决心 中共对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打压的越厉害 西方国家就会派更多的这种代表团 和台湾直前进行沟通交流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不论是在经济上 军事上和政治上 支持台湾 维持它的生存空间 保卫台海的安全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的报道 1月16号出版的第二期《求是》杂志 发表了中共党媒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文章继续强调统一战线 并且声称 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 争取人心的作用 毫无疑问 中共不会放弃武统台湾的这张牌 特别是面对目前中国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 在打的环境下 中共要延续它的同志 中共在今后的几年 以习近平的讲话来看 它会加大对台湾的渗透 中国、港、澳以及各种各样的 和台湾有联系的这种渠道 对台湾社会展开更大规模 和更深层次的统战工作 也是在最近 台湾媒体爆出 脑鲁和台湾断交的内幕 国民党也称 中共此举伤害了台湾民众的感情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则驳斥中共曲解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 脑鲁总统戴维·阿迪昂 1月15日突然在脸书上发表 声明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共 并且引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声称 脑鲁将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田中光 对媒体表示 脑鲁新总统上任之后 持续地以澳洲关闭脑鲁难民处理中心 以及澳洲本地狗银行 关闭脑鲁分行等作为借口 向台湾所求巨额的经济援助 甚至以中共提出的经援方案与台湾比价 而台湾官方不愿意负担脑鲁的要求 台湾媒体报道称 中共本来是打算在投票日的前一周 让脑鲁发表对台湾断交的声明 但是因为中共判断此举 恐无法改变大选的结果 更是担心重演2016年投票日前夜的 周子瑜效应 因此决定在选举之后出手 作为对当选人施压的工具 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 这是中共对民主价值的报复 更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 近期被认为是亲中的国民党 也对此表示无法认同 无法接受 认为这伤害了全体2300万人民的感情 国民党更是呼吁中共当局说 此举无助于两岸的对话 中华民国的存在应该是两岸和平的资产 而非负债 不应在此时压缩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 自2021年开始 中共开始在国际场合频繁地引用 联合国2758号决议 将当初仅用于处理联合国席次代表权的决议 扩大解释 称其为中共代表中华民国 对此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表示 脑鲁对这一决议的引用令人失望 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没有涉及或者决定台湾的地位 也没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交 或者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的组织和活动 罗森伯格详调 北京将这一决议文视为政治打压台湾的工具 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 美方对此感到相当的失望 根据海外社交媒体传出的消息 最近中国的山东省青岛市 一辆比亚迪电动公交汽车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大火在停车场蔓延到多个车辆 烟雾满天 网友分享消息指出 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公司生产的一辆废弃的公交车 疑似出现了突然自燃的现象 大火蔓延至其他的报废车辆难以控制 网上的影片显示 火场冒出滚滚的浓烟 许多目击者惊慌逃离现场 知情者称 事故发生在今年1月份的14号上午10点左右 地点位于青岛市北区的一个公交停车场内 由于当天刮大风助长了火势迅速的扩大 目击者还称 当天共有8辆公车被焚毁 其中有7辆被烧的只剩下了骨架 直到火是快速的延烧到第9辆公交车时 消防人员才成功的控制住危险的局面 据了解 大火一直持续了11个小时30分钟才完全被扑灭 事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消防单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火灾的具体原因 事件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网民调侃说 责任都在美方 比亚迪不可能起火 平时节省的碳排放 这里一次性全都排放出去了 也有评论称 电动车成了移动的火葬场 国产大排火化车 自然方面肯定是遥遥领先了 还有网友猜测 也不排除是人为造成的 因为拖欠工资嘛 网友也担心 电动车配有电池 起火可能排放出大量的毒气 威胁人们的健康和安全 1月16日 在卡塔尔和法国的斡旋之下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协议 允许向加沙被关押的 其中大约45名人质送去药品 这是自11月底的停火协议破裂以来 加沙交战双方达成的首份协议 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跨境袭击当中 俘获了以色列的人质 因此引发战争 到目前为止 红十字会还没有探视任何人质 据悉包括几名老年人在内的许多人质 急需药物 卡塔尔表示 这一协议是在法国的协助之下达成的 药品预计将在17日送达埃及 并且在当天进入加沙 而法国方面声明说 自去年10月份以来 当局一直在致力于达成这项协议 为45名患有慢性疾病的人质提供三个月的药物 以及维生素等物质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卡塔尔将向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额外数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另外一方面 也是在当天 多名美国消息人士证实 预计拜登政府将很快的宣布计划 将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叛军重新定义为 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在2021年2月份 胡塞武装被从这个名单当中除名 目的是让急需的物品药品和其他援助 继续流向也门 也是在上周 美国总统拜登在与记者交流时 被问及他对胡塞武装的看法 拜登说 我认为他们是恐怖组织 在美国做出这个决定之际 胡塞武装已经对红海的商船发动了数十次的攻击 在胡塞的威胁之下 自11月份以来 已经有2000多艘船只被迫改到数千英里的航线 以避开红海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